飛雪的雙鏡手六吞斬殺 直接跳起兩傷 最後呢 墨英斬擊 明安山 有口手 我是徐鳳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 牌組飛翔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雙刀怨靈石 那麼再開著牌組就在這欄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的幫助到我 之後還有我的畫面上會顯示 各項的就是社區動態 以及社群知識 歡迎去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就可以追隨以及訂閱我喔 好的 那麼我們回到牌組本身 這一次因為雙職業模式下 我們可以去拼湊出一些比較快的 或是更加強烈的牌組 讓我們的整個環境可以更加的體數 於是就有了這一套的 怨靈死靈加強版 那我們怨靈死靈加強版 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就是 依靠了原先的死靈的怨靈軸 然後快速堆協作的方式 讓你去快速完成了協作的次數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搭配到高文 在後期時可以去幫你做到抽牌 進化甚至是即時打頭 還有就是用投入兵力 可以幫你必抽 就是隨機兩場的皇家破壞抽抽卡 那他是必抽什麼呢 必抽高文 以及必抽這個飛躍的雙劍手 那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飛躍雙劍手 通常都可以在6層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15次的協作 然後直接雙刀飛機10點攻擊力 所以這套牌組的傷害啊 就是綿緣布卷非常噁心 不只擁有就是原本的怨靈軸的 永遠的爆發是溫溫摸血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永久就是在後期時的這個飛躍雙劍手的 會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說如果你環境中啊 有很多那種上級冰狂的控制 你可以考慮把高文換成飯師 我真的試過也蠻快樂的 就是你直接秘密一延起來 然後搭配到你前期去死過的假滅王魂 然後有兩張的這個怨靈巨型狂靈盾 對面就完全夠不了了 然後如果你真是配到我剛剛講那個 體系來講的話 你可以考慮再去放3費的 蘇醒的邪惡 這樣即使啊你在後手的時候 你先3費拍蘇醒邪惡 然後是非進化飯師時 都可以主動送掉蘇醒邪惡 然後做到一個守護去保放式的動作 對方現在這個模式下 一堆的入場局啊 會非常的頭疼 當然這樣玩會比較非主流啊 可是玩起來會比較快樂一點 那另外一種做法來講的話 就是你除了放飛躍雙雙劍手以外呢 你也可以考慮把投入兵力都換掉 把它換成就是武裝強化 因為月靈搭配到武裝強化 也是可以去硬搶這個血啦 3費就可以換到夾式弓 非常的噁心 然後也有好多很多的便體可以去放 比如說武費可以去放那個 交換無知遇你的手段 快速把你堆堆怨靈 大致這樣子就這個樣子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死戰的片段喔 好的 接著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對戰的部分 對到的是 機靈 以這個起手來講的話 我會直接平向全幻去找到假滅王魂 到底有沒有假滅王魂就會顯得非常的重要了 那由於對方應該是我前幾天介紹的那套牌 所以他會打得非常的兇 所以我們必須要比他更兇 不然就是要趕快去找假滅王魂 然後去架齊守護 才可以防止對面雷流一直去衝你的頭 所以這裡就是先用一張的中拳幽魂 稍微做一下戰場 啊結果為什麼你有這個自然馴服師 我真的是 蠻意想不到的 但沒有關係 我們幽靈只有之後下來 可以適當做一點解 因為如果沒有解的話 可能就戰火焰爆直接下來 那對我來講也是蠻傷的一件事情 那那張魔雲斬擊 好吧其實我覺得應該要留 因為我們丟飛雲雙一手 他一定會抽飛雲雙一手 飛雙雙一手 暫時用不到 所以說那張魔雲斬擊應該要留下來 然後幫助我到時候做到一個ALE的動作 因為畢竟對面是一套的精靈牌柱嘛 所以想必他是場面可以瘋狂展開的 喔我們進了一個假面王魂 那這裡來說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於無聞打 所以這個卡斯戴爾還是不能留啊 直接換掉 讓他不要有任何回首機會 如果他是卡斯戴爾那一套來講的話 重點就是不要被他拖到七費 但是他將這個魔士下會變強嗎 他是選擇的復仇者的體系 還蠻特別的 可能是為了堆疊這個協作吧 可是 那個精靈離場來講的話 是只看精靈從這 所以他這一點 感覺是有點奇怪的 然後這隻也是要解掉 因為他那國回首回來的話 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人斟酌一下 然後這邊會使用到 飛雪那一手直接踢頭 然後到時候的話 我們無非就是 來個假面王魂吧 那如果對面是可以送掉的話 建議送掉 因為他有可能會帶莉莉 如果他帶莉莉 假面王魂會變掉的話 你的傷害輸出就會變得更低一點 我對面終於使用到妖精學習 可是他是沒有抽牌的妖精學習 所以我來講 還行啊 哇 結果他用了一張那個 新的卡沒有看過的 高雅的瘋子鏡 有可能是用奎也來去 誰連擊的體系 好 那我們這一個 就可能只能使用到 假面王魂 稍微做一下 解剎人動作 那這裡還是換一下 即使被他變掉會還蠻傷的 但是 沒有得選擇 我們只能穩穩的做我們的寫作 然後七費 看能不能飛魚雙精手 或是八費 飛兩隻飛魚雙精手 知道再爛都可以八費 兩隻飛魚雙精手 所以我們就只要再等一張就可以了 好 等等的話我們六費 可能可以考慮就是 王魂泥滅跟幽靈之友 都給他排出去了 可是 有沒有發現到這套排出 有一個很大的致命的缺點 就是我們的 抽牌手段真的是比較少 欸對面直接放棄了 欸為什麼 好欸 好的 那接著的話我們遇到的是龍珠 以及皇家 可能是起牌龍吧 因為現在這樣的話 主流來講都是這樣配的 以騎手流牌方面來講的話 非常perfect 但是我會希望可以再進行一些更好的東西 啊結果拿一個更藍的東西 哭啊應該不要換的 對 我們這裡可以直接一費中犬幽魂 然後再看著辦 等等的話如果有辦法來這個一費的 投入兵力 我就可以直接幫我紋拉 我想要拉的東西 對方也是直接一個投入兵力開氣之後 二費是一定可以拿到皇家那一張的解敗騎士的 沒有錯 他非常快樂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不著急先打投入兵力 所以說可以使用 加鬼怪 帕克魯斯 然後接著的話 其實場可以就是 加鬼對方啦 所以這個場面 到底要不要兩次撞死 自己陣阻一下 我是覺得不用 直接打投 我對面農之恩者嗎 那我理論上來講的話 他會想要跟我的衣做交換 那我等等的話 又可以再用一張的 加鬼怪的帕克魯斯 嗯這裡 可以整變邪氣 然後可以思考的地方 就是這一側呢 就是我可以壓一隻的 米加勒 如果他沒有那個 氣牌可以隨機打三呢 我們這個三弓可以去轟到 對面頭上 我對面選擇騎士 然後解敗騎士 騎士 解敗騎士 解一士 解敗騎士 怎麼聽起來 很像是在做什麼 道口令還是什麼東西呢 好 這裡 可以隨便做一些交換 可是 我覺得要做 吊魂的幽靈船 進化 留在場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要換的就是 下一吞的最高傷害 或者是就是趕快去找到王魂裡面 然後做到一個做到一個最高傷害 喔 蓋爾德魯直接下來 喔 哇 他這個扛 有料 這裡就看他想不想進到進化點了 我們可以打一把一的巨型狂音 但是就要看他有沒有金龍了 喔 對面有料 我覺得我很像 要爆了 對的 喔 這裡開了貝洛斯可以進來之後 用開了貝洛斯 搭配到凱倫去 撞 可是 凱倫來講的話 也只有5點 還是比亞好了 我們還是 假面玩魂 那這裡直接送掉之後 由於我們進化之後啊 也只能解 一隻 所以就是 接著吧 然後剩下就是 場面給他掛慢 那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對面直接用了一個負二頂住 那如果他有金龍的話 我就炸開了 真毒他沒有了 然後我們等等下一特 一定要做不值得殺手 然後去找到我們的 溫厚裡面 這樣才是最高輸出 哇嗚 大哥 太快樂了吧 所以假白騎士下來 氣一下 掃一下餓 還能起舞嗎 拜託不要有疑廢氣 求你了 謝謝 哈哈 喔 喔他進化肚米歐盒耶 表示他是沒有的耶 喔 有料有料 可是 我這個蓋德魯要怎麼過啊 白痴喔 嗯 好的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啊 我們米加勒跳出來嗎 三一先撞一下吧 喔呦 你看 雙接手進來了 這裡三一進化狀 會把他變成三嗎 嗯 好的 那這裡進化狀六點 好 那應該就是 劇情狂靈 進化 帶走 其實用小鬼 我愛傷害會更高 但是我們這裡就已經無本帶走了 飛雪雙鏡手 六吞斬傷 直接跳起 兩傷 最後呢 墨影斬擊 然後帕克魯斯還給這下來 啊 可以 等待我